歡迎光臨米諾咖啡的頻道 洪光大師跟我一起比 今天是我們的全新單元叫做 本本咖啡路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大師的話是張洪光 如果在咖啡界的話 不管你是自家烘焙咖啡店 現在從事的是批發是不是 對 現在是做的是咖啡肉的批發 之前的話如果早期你有買咖啡豆的話 有某一間生豆商還蠻有名的 他自己有咖啡廳叫上登國際 你在那邊上登國際也待了很久 我待了也快接近13年的時間 13年耶 你的青春都奉獻在那邊 而且他老闆算是一個日系的公司 因為老闆是日本人嘛 對 老闆是日本人 所以大家Google一下 第一個從事咖啡的工作 就是在前公司那個上登國際嗎 不是 因為我前開始做咖啡的時候 是身邊一個好朋友 然後他開了一家咖啡店 那時候我在南部 那我就覺得咖啡有待進步 那我就覺得我去幫他 然後慢慢的就變我在管理那家咖啡館 那家咖啡是在高雄的美農 那那個時候也距離現在也快20年的時間 我在那邊那家咖啡館工作了也快接近快3年的時間 那後來我覺得我想要在咖啡的產業上面更精進 那我就上來台北 那剛去台北的時候 那剛去台北的時候是去了一個士林一個地區 很有名的一個咖啡館 那我在那邊就是重新當取我的咖啡學徒的工作 每個月領的薪水對現在來講 是算是不高的一個薪水 但是老闆也很常會有一些的要求跟要求 所以就是重新當學徒當了快接近3年的時間 你說3年6個月那我也快接近3年6個月 所以我就離開了那家的咖啡館 就離開了然後就去了上登 重新做追求另外一個咖啡的境界 所以你在美農那邊的咖啡館總共待的時間 管理那個咖啡廳有多久的時間 我大概待了快2年6個月 2年半的時間 2年半的時間 然後再到台北的咖啡廳又了3年6個月 你總共花了6年的時間 所以那時候你進入上登國際的時候你已經幾歲了 我進入上登的時候我已經是35歲的時候 35歲的高齡已經算是高齡了嘛 這樣子的咖啡人從35歲然後再 雖然一樣都是咖啡業 可是你畢竟是從咖啡館然後再從事生豆貿易 然後你進去裡面 然後再重新全部學習生豆貿易啦 北廁啦甚至於說那時候我還記得說你們有推廣所謂的烘焙機嘛 對 對不對然後變成你什麼都要匯 那所以說這個階段你這樣跳通過去以後 而且好像剛開始進去薪水不高齁 進去其實就是保持學習的一個態度啦 所以進去的時候薪水其實也沒有要求到非常高 因為想說自己也沒有很高的學歷啊 那也沒有很好的經歷 那其實對薪水我是覺得 只要有得學習 能夠在咖啡的知識領域上面有不一樣的一個精進啊 或是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都覺得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一家公司待了13年的時間 是哪一個契機讓你毅然決然離開這間公司的 我想要離開的時候其實是想了很長遠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綜合那時候咖啡市場有點低迷 那時候剛好就是說朋友也邀約說要去柬埔寨做畜牧業 那我就想轉個方向來去其他國家看看 那柬埔寨有什麼樣的東西 即使它很落後 那或許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或許去那邊歷練過後 回來會有全新的不一樣的一個思維 這是我當下在想的一件事情 其實也不是為了薪水 其實真的是也是想說出去走走看看其他國家 可能是心也很煩想要換個環境試試看 是啊也是 因為待了那麼久的時間 可是問題你做了那麼久的咖啡去那邊做畜牧業 你前面的時間已經累積了快20年的時間都從事咖啡業 那你這樣子應該會掙扎說我現在跳過去 你之前那20年的咖啡經驗就是全部都沒有了 你不會很煩嗎 其實就大概是思考了一個月的時間 我想說在咖啡圈裡面應該想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那時候綜合台灣的咖啡圈裡面好像也沒有 也不知道要去哪家公司 萬一去了同行的話 我擔心會對於錢東家會有點不好意思 甚至會搶著錢東家的一個生意 那其實我這件事情就不想要做 所以我就寧願去換了一個產業別 完全是離開咖啡圈 這樣的話也對全東家是一個尊重 所以你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所以你才會在那邊大概13年的時間 你是想說不想要傷害到支持 不管怎麼樣啦 也最少他也支持了你13年 所以你想說我換個環境來試試看 可是問題的話你回來的話 我記得你從柬埔寨回來 你也是又重新開始 對 那你後面為什麼會到梅真香呢 因為那段時間 我跟梅真香的創辦人 我先就是有一些的聯繫 那他也知道說我在上燈 其實也不是那種混日子在領薪水的人 不管是在找尋咖啡豆啦 或是在沖廚上面的研究啦 或是在咖啡的烘焙上面的研究 都有一定的一個實力 跟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所以他就有請我說去幫他 調整他的烘焙 所以他覺得 我雖然有個年紀 但是我蠻肯做的 而且很好溝通 而且有一些的咖啡館的經驗 那經營的一個經驗 他覺得彼此可以做合作 他就說約我一起來創辦一家分公司吧 那我思考一段時間以後就說 好 我們就來成立台北分公司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就一起當老闆 所以你可以把你以前對於咖啡的一些想法啦 或者是你自己的做事習慣 然後付諸到你現在的事業上面 是 對 好 那我們講了那麼久以來的話 我大概聽起來的話 我們那個張大哥 張紅瓜 我這樣一度聽起來的話就是說 人家說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而且做任何事的話 就保持一個喪心就是說 防人之心不可無 害人之心也不可以無 對 所以說你才會遇到說 現在所謂的 也可以說是貴人吧 也算是 就是知習知福 這是一個 對不對 愛財的人 對 才會變成這樣 那所以說我們弄得那麼 講了那麼多的這樣的咖啡經驗 你這樣一路走過來已經有20個年度了 那如果你現在 因為你現在販賣的話 不管是咖啡機也好 還是有跑一些咖啡店家嘛 對 那你做於說現在的供應商 你一定會遇到說現在想要開店的年輕人啊 或者是開自家烘焙啦 從事咖啡的年輕人 那你會給他們 哪一些的建議 我覺得 咖啡的證照 或是考試 上課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 你實際的 店屋的願作 我還是覺得是說 能夠去找一家 不管是小型或中型的咖啡館 從怎麼去掃地 拖地板 擦玻璃 慢慢去學習 學習的 並不是怎麼去擦擦玻璃 而是學習怎麼知道蹲下去 怎麼彎下腰 當你自己以後 當了老闆以後 你才懂得 怎麼去彎腰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 它跟咖啡知識完全毫無關係 因為當了老闆 你真的要懂得彎腰 也要懂得去為你去爭取自己的生意 但是我覺得彎腰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所以我們今天黃光大師跟我們講的話 那大概聽起來就是說 你累積了20年的咖啡經驗 你的座右銘就是要跟年輕人講一句句話 不管說你在咖啡廳來打工 或者是你從事任何的工作 座右銘就是說要先學會彎腰蹲下 對 謙卑的心 是 到後面的話 幸運女神才會勸顧你喔 對 今天的滾滾咖啡路 採訪到我們張框框張大哥 梅珍香台北分公司的負責人 如果喜歡米諾咖啡的朋友 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您的按讚才是我成長的動力 才有下一集更精彩的內容喔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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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